哈囉,大家好,我是伊芬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蓋 我們現在在西安長安城 就是有十三朝歷史的古都 就是這邊有很多的歷史文化嘛,對不對 你最期待什麼? 美食啊,還有... 兵馬俑,對不對? 啊對,兵馬俑 對,我們也很期待兵馬俑 然後也很期待,因為很多人都說西安很好吃 全看了外面的菜 謝謝,海融較大 我們逆去看眼 memorized 還沒在外面的地方 旁邊內,從 charmsа 各方外iale,lt han 這個是リャンパミiyu 人家說西發達怪,面條像酷蛋 這就是 哇這麵條真的是超寬 老闆說裡面有三根麵 有沒有 麵條是褲帶這麼寬 好好吃 但是三根麵怎麼可以這麼飽啊 超飽的 我們現在來體驗一下 就是糖醋 然後等一下去拍照 中作完成你的頭好高哦 拿道具就是 盡量做作 盡量做作 好 盡量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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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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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好 ş 我們今天在大雨中拍攝完啦 我覺得我還是當現代人好了 我不太喜歡當古人 看上古裝好累喔 我現在裙子全濕了 濕到不行 整個黏在一起 當古人也太累了吧 樓夾母 冰封 這是西安的分打汽水 西安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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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城牆是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的一個城牆之一 那他全牆已經快14公里 如果真的是走路走完大概要兩個小時 還說天氣不好不騎 結果他就突然說還是騎車好了 所以我們租了一台雙人自行車 雙人車 好 現在雨傘怎麼辦 喂喂喂喂喂 我要上車啊 我們在西安城牆上 真的騎自行車比較舒服 因為真的好遠啊 這個滾木 滾木是以前如果有人要攻城的話 就把這個丟下城外 攻擊敵人 增加殺傷力 喂等一下 我的屁股要跑出來了 哈哈哈 哇 氣到燈籠都亮了 說不會騎一圈 結果最後還真的騎了一圈 而且今天又刮風又下雨 我們整個在雨中進行 超冷的 好辛苦喔 如果沒有騎的話 怎麼知道 古代城牆有多大 整個城有多大 整個城有多大 謝謝 那福 你好 你好 毛皮酥 國人軍事 立志雷 後面是西安棕樓 它也是建於明朝 然後它是中國目前就是保存的最完整的棕樓 而且最大最完整的棕樓 我身後的呢 是西安也很有名的古蹟之一大雁塔 它真的久了它建於唐朝 那就是在唐朝的時候呢 需要去存放一些就是經文啊這些的 那後面這個雕像呢是玄杖 那玄杖呢就在這裡建了一座西域風格的藏經閣 就是這個現代的大雁塔 在大雁塔對面呢就是大唐不夜城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步行街 旁邊都是商店 那它當然是後來才建的 那是來模擬一下那個大唐的盛世的感覺 所以現在都已經快熄一點了吧 但是還是不夜城嘛 燈火通明 我們終於來到兵馬泳博物館了 要看兵馬泳 從小讀到它的兵馬泳 基本上應該是要請一個講解 不然自己看就是看一堆泥坑 好像看不懂 這邊離西安市區有點遠 剛剛搭車過來差不多搭了一個多小時吧 這裡是兵馬泳的一號坑 哇好壯觀啊 前面都是已經修復好很完整的兵馬泳 那後面這邊都是還沒有修復好 就是出土的時候都是這樣子一堆泥的 那時候也有可能是上雨曾經就是進來 然後就破壞掉也有可能 然後把他們手上的兵器全部都搶走了 那其實後面呢都還一直在進行這個修復的工作 僧人站在那旁邊才發現 這些兵馬泳至少一百八把 考古工作真不容易啊 這麼多碎片怎麼拼得起來完整的兵馬泳啊 最常在歷史課本裡面看到的兵馬泳 最常在歷史課本裡面看到的兵馬泳 紀念品時間 它是那些考古的時候下面的土挖出來 因為也不要浪費嘛 就把這些土拿來做成這些兵馬泳 變成紀念品 這是我在西安吃過最不好吃的肉夾坡了 來吃羊肉餅膜 在幹嘛呢 掰 掰完這個膜還最不容易 好辛苦 其實我已經掰完了給你看 終於掰完了 要送去給他們炒 他說看起來很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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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吃 這冰淇淋是 油鍋辣子口味 桂花口味 還有中華豆腐口味 油鍋辣子口味 冰淇淋 什麼味道 哇 辣欸 鹹辣 蛤 鹹辣 很新鮮 這種味道 甜辣 辣 辣的 後勁味辣 蠻好吃的啊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欸 反正我不會再去第二次 我覺得很不錯 桂花椅 桂花椅 三天馬 呃 呃 呃 吃了很多西安的美食 我覺得西安的美食就是各種的 不同形式的澱粉 所以人家說這裡是炭水天堂 不過真的都還蠻好吃的 這邊的食物特色還有就是 它看起來就都很紅很辣 可是吃起來真的都很辣 這美食之外 呃 因為這邊是千年古都嘛 所以很 很值得一來 好的 這一次 這就是我這一次 西安小旅行的分享 呢 喜歡影片的朋友不要忘了 幫我訂閱我的Youtube 按讚我的粉絲 喜歡我的Youtube 分享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